今天是禮拜三 上了一堂非常不錯的 林同學的線上課程固定的 講的關係代名詞 關係副詞 限定跟非限定的用法非常不錯 讓同學觀摩一下 林同學進步非常迅速 神速徹底 非常的有感進步 這也是上我的課程最大的好處 跟跟別人不同的地方 我不會叫你去搞一些稀奇古怪的 那什麼是稀奇古怪的呢 舉凡弦叉佑阿叉 陳叉寧張叉昌等等 潘叉中不算了 因為他不懂英文 他危害是正側面的 這樣子 那同學也用messenger Goggy Hawk也傳了一些東西給我 講全球英語 Global English 那個已經推行了10年以上 在國內造成了原子彈籍的破壞力 現在同學如果覺得英文怎麼看都看不懂 怎麼寫都寫不對 只能跟一群不懂英文的人在一起 破悉你 就是全球英語搞的 願有頭再有主 請找陳叉明 寫到最後就跟他之前的講座 胡說八道一樣這樣子 那我並不是 多元的社會 我並不去 說這樣不行 那樣不行 同學要經過實驗 才能夠知道到底行不行 也許你就適合那種沒有文法 想要哪想要哪的全球英語 也許你適合 總比不會講好 但你就會 永遠落入 只能跟非母語人士用英文溝通的那個慘況 你沒有辦法跟英美母語人士溝通 那我們學英文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用英文跟英美母語人士順暢溝通 不是要用英文跟非母語人士順暢溝通的 這不要搞錯 但我也不阻止同學去 我反而會希望同學趕快去 因為你不去就沒有比較這樣子 那我們今天 按照慣例還是回答一下同學一些留言上的問題 當然有些是相互之間的對話 跟我的 呃 這個單元裡面的內容可能沒有太大關係 我們還是來看一下 如是到金華演講頻道這位大師講 15個小時之前 在我介紹昨天的Match Alvin的小說裡面講 Match Alvin我也買過三本看似文字很好 閱讀其實寓意蠻深的啊不錯 確實如此 Martin & Mongea講 J兄 歡迎回來 想說好久沒看到你留言字體又平凡起來 這樣才對嘛 這是他們之間的對話了 我不需要解籤 這個我昨天講過了 好 Martin & Mongea講 Great Gatsby那一集講 J哥 這本書我之前有請一大師開示 作為的Catcher in the Ride的揭序 但大師 演此書頗有難度 不知J兄是否繼續演 演樂 Nancy Drew 這個是他們兩個之間的對話比較沒有 關聯 我記得阿里布達的事還蠻強的 像是大師所拍的很多問題 檢查都是您私下部落格提出 像是林希的林希是誰 我自己都忘了 雅思寫作看電影學英文 那這個檢查完了我要開始利用 我看開場三分鐘剛好 不多不少 我要利用 我看一下背景要取哪個比較好 背景取我的部落格好了 那我今天也是入寶山我就做一些人文素養的推廣 所以我先不去回到管理 按照我們進入學 回到管理的單元 我現在又從書架上拿了幾本很不錯的書 也是用人文素養朗讀的方式 一看這個書就知道很有歷史 有些年紀可能比我大 兩本英國 的小說 一本美國的小說 如果你要用 國家來分的話 這兩本我要介紹的是 英國 你讀這兩本沒有讀就等於說 你對英國的小說是沒有涉獵的 一本美國幾乎是同一時期 這本大家朗朗上口 但真的把原文書拿來仔細看的 我相信 鳳毛 麟角 這樣子 那先看 這本書 我相信年紀比我大 我三年級當實習廉長的時候 我關像二年級看了 看了一年多 這個我之前介紹過 但我為什麼還要再講這本 我用書籤稍微夾住 我們一直在講大師大師 這種經典 傳奇人物 你不仔細去看他的文字陳述 你不知道他到底文字文筆功力好在哪裡 我就 所謂的文字功力包含描寫自己 同一個同一個時空下面描寫自己描寫 另外一個人物的對象兩個之間的人的描寫 場景的描寫 一景一物的描寫全部融合在一起 只有 這個 這本他是自傳性質的 David Copperfield 講他自己 是Charles Dickens 講他自己 巨著 經典 那我要講說這種描寫的功力 這本書是1849年出版 這個已經是快200年前了 100多年前 是維多利亞時期的小說 他就已經可以寫成這個樣子 我們待會來 稍微描述一下 就是 第 Chapter 14 第14章 我描寫個一頁多 看看他怎麼描寫 他跟他的Ant 之間 的那個互動 有講到 在餐廳裡面 客廳裡面 他的Ant 的情緒 舉手投足 跟他自己情緒的反應 這個已經到了 我個人認為沒有人可以超越的地步 太棒了 這個是維多利亞時期 我們講Victorian Age 大概是從 18 34年 我大概是 依稀記得 1834年到 1901年吧 其實我同學自行跟著 這個比他早了50年 比Charles Dickens早了50年 鼎鼎大名的 Jan Austin 也是 女性的作家 英國的 他的著作等身 寫了很多小說 那 這本Pride and Prejudice 第二本 暢銷書 第一本是 Sense and Sensibility 中間差了一年吧 就寫了這一本 這本是1813年出版 1811年 隔了一年多 就是Sense and Sensibility 後面好像是 Mansfield Park 跟Emma 之後 陸陸續續就出來了 他很多產 那他不能算是維多利亞時期的 因為這本書出版的時間是在 我如果沒記錯的話 好像是在18 不是18 好像是17 他是 Jan Austin是 好像是1817年就過世了 所以他是屬於18世紀末 中葉 到19世紀初 的 一個小說家 所以他出生的時候是在 維多利亞時期以前 17 多少年是18世紀的 但這本書出版是1813年沒有錯 可是1813年還不到 維多利亞女王 Queen Victorian Queen Victoria 執政的時候 那個時候還在 漢諾威王朝家族 可能是喬治 一世到喬治四世 這個 Hanover House of Hanover 這個王朝的時期 我們叫做 Georgian Era 維多利亞時期叫Victorian Era 兩個中間有一個時間差 這樣子 所以 嚴格講 Pride and Prejudice 傲慢與偏見 我們翻的是屬於 Georgian Georgian Era 因為是在1811年 可能是在 喬治四世那個時候 或者是 我們講的復辟 復辟是 攝政王復辟那個時期 這個時候 所以 這兩本書有一點時間差 但你要把它真的 以 維多利亞時期的文化的影響層面來講 這個可以歸納為 早期維多利亞時期最早的小說 雖然 維多利亞女王還沒有設政 還沒有執政 應該是Georgian Era 就是漢諾威王朝的 喬治亞王朝時期 我們也可以來抽樣 念一念 我主要是要講這本 英國講完了不能讀後英國 同一個時期 這本 叫胡彬閃記 是 Henry David Soro 為什麼要拿這本 因為前兩天 看到超明兄 一直在那邊 Devi 讓我想到 Henry David Soro Soro的胡彬閃記 在Concord 他是屬於自然主義跟個人主義 我們叫 naturalism 跟individualism 強調個人的自由 不需要政府的干涉 那個叫individualism 而且接近大自然 naturalism 這樣子 那這本胡彬閃記 不用我多說 他也是跟 雖然體裁不同 這不是小說啦 這個是散文 幾乎是跟 Charles Dickens同一個時期 這本稍微晚一點 好像到了1954年 1952年左右才出版 這本是 1854年才出版 這本是1849年出版 所以差不多時間 這兩個人也是 出生跟 過世的 幾乎是 差不多差不多的 差不多只差幾年而已 我忘記了 Charles Dickens是 1815年出生吧 好像是1815年還1817年我忘記了 總之就是那個時候 好 我們就先來看 胡彬閃記 胡彬閃記我也是用稍微 講一小頁 人文素養 那這本書 大家我們國內最常看的就是 我們一直講甘地的不抵抗運動 其實最早是他 講的啦 Civil Disabilities 是他因為不願意繳稅 所以離任去被關 我記得是這樣子 那我現在主打這一本 我看一下時間能不能控制在20分鐘 差不多蠻好的 我來朗讀 一頁多一點 他跟他省生 之間的這個 人跟人之間的關係 他還是小朋友 他在他省生家裡面 寄住 發生了一些 有一天發生的事情 他當然很怕他省生 Chapter Fourteen My aunt Makes up her mind about me 我的姊姊已經 要決定要怎麼處理我 已經下地決心了 這個標題一看就蠻手動的 要料理他 On going down in the morning I found my aunt Musing so profoundly over the breakfast table with her elbow on the tray that the contents that the contents of the urn had overflown overflown the teapot and were laying the whole tablecloth underwater when my entrance put her meditations to flight I feel sure that I have been the subject of her reflections and was more than ever anxious to know her intentions towards me yet I dare not express my anxiety lasted she gave her offense 你第一段就知道 她多怕她死 你吓得要死 my eyes however not being so much under control as my tongue were attracted towards my aunts very often during breakfast I never could look at her for a few moments together but I found her looking at me in an odd thoughtful manner as if I were an immense way off instead of being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small round table when she had finished her breakfast my aunt very deliberately leamed back in her chair neading her brows folding her arms and contemplated me at her leisure with such a fixness of attention that I was quite overpowered by embarrassment not having as yet finished my own breakfast I attempted to hide my confusion by proceeding with it but my knife tumbled over my fork my fork tricked up my knife I chipped bits of bacon a surprising height into the air instead of culling them from my own eating and choked myself with my tea which persisted in going the wrong way instead of the right one untill I gave in alltogether and sat blushing under my aunt's close scrutiny hello said my aunt after a long time I looked up and made her sharp bright glance respectfully I have written to him said my aunt to to your father-in-law said my aunt I have sent in a letter that I'll trouble him to attend to or he and I will fall out will fall out I can tell them do he know where I am and I inquired erland I have told him said my aunt with a nod shall I be given up to him I faltered I don't know said my aunt we shall see oh I can't think what I shall do I exclaimed and if I have to go back to mrmstone I don't have anything I don't know anything about it said my aunt shaking her head I can't say I'm sure we shall see my spirits s sank under these words and I became very downcast and heavily and heavy of heart my aunt without appearing to take much heed of me put on a coarse aprim with a bib which she took out of the press washed up the teacups with her own hands and when everything was washed and set in the tray again and the cloth folded and put on the top of the hole ran for Janet to remove it she next swept up the crowns with a little broom putting on a pair of gloves first until that did not appear to be one microscobic spec left on the carpet next dusted and arranged the room which was dusted and arranged to her head's breast al ready when all these tasks were performed to her satisfaction she took off the gloves and aprons folded them up put them in the particular corner of the press from which they have been taken brought out her workbox to her own table in the open window and sat down with a green fan between her and the light and the light to work i wish you'd do i wish you'd go upstairs said my aunt as she streaded her needle and give my compliments to mr dick and i'll be glad to know how he gets on with his memorial i rose with all aliquity to equip myself of the commission i suppose said my aunt i and me as narrowly as she had i the needle in the instreaden instreaden it you think mr dick a short name huh i thought it was rather a short name y yesterday i confess you are not to suppose that he hasn't got a longer name if he chose to use it said my aunt with a loftier air belly mister richard belly that's the gentleman's true name i was going to suggest with a modest sense of my use and the familiarity i having already guilty of that i had better given him the full benefit of that name when my aunt went on to say 好 这个里面 讲得非常好 就是他跟他 婶生之间 他一直很害怕 这个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讲 但他的描写 人情绪 一举一动 内心的情绪的变化跟 吃早餐的时候 他那种魂不守测 的动作非常好玩 这个是 Charles Dickens 写的 David Copperfield 我觉得我刚刚那是抽样 我觉得他整篇都写得不错 这个最好玩 看一下时间都超过 20分钟差不多 我再讲一下 Pride and Prejudice 我记得之前有朗读过 今天用随机的方式 18号 19号我们翻19页好了 用随机朗读的方式 体验一下就可以 好 翻到十九页 概念一下 朗读一下 好 从一个段落的开始 Their visit to Mrs. Phillips were now productive of the most interesting intelligence Every day added something to their knowledge of the officers' names and connections Their lodgings were not long a secret and at length they began to know the officers themselves Mr. Phillips visited them all and this opened to his nieces a source of felicity unknown before They could talk of nothing but officers and Mr. Phillips large fortune the mention of which the mention of which gave animation to their mother was worthless in their eyes when opposed to the regimentals of an enzyme 好 我就随便念一下 因为是蛮小的 有时候看一看 要不要跳到哪边去了 好 Walton Pound 我看看哪边标 我刚刚才把他黏起来 一翻就 那个业就掉下来 整个业 来来图书公司 应该是 蛮久远的 找一个 我有画红线的 不错的 念念看 我就找一个我画红线的 稍微念一下 2 men in a skiff whom we pass hereabouts floating voyantly amid the reflections of the trees like a feather amid air or a leaf which is wafted gently from this trick to the water without turning over sim still in their element and to have every delicately avail themselves of the natural laws 注意到这个 natural laws 是出现在美国的 pragmatism 里面 他有一个 好像也是一个叫做 哈利 Wendell Holmes 好像是他有讲到 natural law 他来自于这个 这个四安的一个定律 采生了美国的法律 the floating there was a beautiful and successful experiment in natural philosophy and it served to ennoble in our eyes an art of navigation for as birds fly and fishes swim so these men sailed it reminded us how much fairer and nobler all the actions of man might be and that our life in this whole economy might be as beautiful as the fairest works of art or nature 他一直在讲这个 nature 跟这种 自然的一种定律 the sun large on the old gray cloths and glanced from every path the bara rushes and flax seem to rejoice in the the delicious the delicious and air the meadows were a drinking at their leisure the frog sat meditated or or sabbath the s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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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ir weak with one eye out on the golden sun and one toe upon the reed iron the wondrous universe in which they act their part the fishes swam more state and soberly as maidens go to church shows of golden and silver minos oh 这个是蛮 怪的 rose to the surface to behold the heavens and then sheared off into more sumber isles they swept by as if moved by one mite continually gliding past e other and yet preserving the form of their battalion unchanged as if they were still embraced by the transparent membrane which held the spawn a young band the brethren and sisters trying their new fence now they wield now shut the head and when we drove them to the shore and cut them off they dexterously tacked and passed underness the boat over the old wooden bridges no travelers crossed and neither the river nor the fishes aborted to glide between the abundments 就是描写大自然 他在滑独木舟的时候 在concord的一个森林里面 过着一个跟自然合而为的生活 去观察生物 动物 跟 所谓节气 早上太阳起来 森林的这些状态 非常不错 这个真的是 individualism individualism 跟naturalism 这个整个 Warden Pound 这一派的人 除了 Henry David Soro 还有一两个 Amazon 的人 他们都叫做 transcendentalist 在美国的文学里面 跟哲学里面 非常有地位 这样子 好 我就讲完了 不要浪费太多时间 看了眼睛好痛 字好小 好 这样子 27分钟 感谢同学 结束前 再次推广 我前几题讲到的这种 不要再去 弄一些考试贝多芬的东西 去强害自己的身心灵 我们回到 跟Henry David Soro 一样 回到大自然 我们人体自然的定律 来自然而然的 在 懂的人 像我是懂 我后面那些书 我讲过 我看过都没人相信 大家现在求速成 就是贴一张 跟阿差一样 贴一张 大英百科全书的壁纸 在后面 就交差了事 我是真的看过 我这个味道 我都还闻得到很不错的味道 好 回到人文素养 你如果觉得还有疑虑 调试上面还有点问题 可以先参加我的套装除资课程 已经有一个Gawky Hawk 已经决定参加了 已经跟我接洽了 希望同学在 这个优惠期间买十本书 十本我的书 一本两百块十本两千块 你就可以出资十个小时 利用这十个小时的时间来体验 探索我这个课程 朗读直接用最自然的方式学习英文 对你来讲有没有帮助 还是你要回到 陈叉明的Global English 你自己要去体验 去实践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毛泽东讲老毛讲的 所以你自己去体验 就利用这个套装除资课程 两千块钱十本书 书你拿到可以分送朋友 可以捐到孤儿院 可以捐到图书馆 做正能量的事情 把这种正能量散播出去 是不错的 欢迎同学永远报名 直接在我的 这个YouTube下面留言都可以 或是回到我的宝山里面来留言 我都非常欢迎 感谢同学晚安 我们明天再见